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之重要 最怕问问何问题都说那都还好 我想生活如果那都还好 工作应该就会有点不好 隐性需求其实比显性需求来得重要的多了 因为客户已经说出口的东西 我们完成了这个服务 这是基本 真正价值使人惊喜的 就是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内容 客人抱怨的时候 而这个人也聆听你的抱怨之后 居然冷冷地讲了一句 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 客人的抱怨也许不符合公司的规定 我们要说很抱歉 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达到您的要求 我们下次会再努力看看 那这个绝对是一句比 这是公司规定来得有人性 也体贴对方心态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